特朗普又搞事了 这次惹的还是中国政府 正当习近平准备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 美国星期四宣布 向台湾出售总值高达14亿2000万美元 约合61亿令吉的军事武器 这是特朗普上台以来 第一次和台湾做军事买卖 无疑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 它现在负值得到1.42 美元 通过的进行互相关系 台湾出售交禁法 它是在这种提供的能够 它表示我们所支持的能够 台湾出售到台湾出售 就可以持续细力 有无法接触的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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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一切法定 是一切法定的一切法定 是基于通过一切法定的 这一切法定的法定 是一切法定的法定 就是一切法定的法定 有无法接触的法定 我们有无法接触的法定 有无法接触的法定 一边说尊重一中原则 这边又和台湾没来也去 美国政府延续一贯魔能两可的立场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 表明向台出售武器 象征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蜜月期已经结束 特朗普上个星期 抨击中国没有对朝鲜施加足够压力 所以这一次向台湾释放善意的举动 或多或少是带有报复意味的一步棋 台湾总统蔡英文强调 向美国购买军武士势在必行 因为要让全世界看到 台湾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和决心 我们也绝对不能忘记 台湾金马依然处在庞大的军事威胁之下 和平不是理所当然 更不能因为和平就不重视军备 只有积极的备杖才能够止战 只有自身的实力才能够维持和平 美国和台湾不顾中国反对达成交易 国台办警告台湾 斜阳自重必将自食恶果